西指的西定路436向进去是横斗的山路 在去年遛了大雨的时候 路边至少三四米高度的挡土墙是出现了军裂倾斜 因为一直没有改善 前阵子大雨又裂得更严重 就怕会有崩塌的危险 所以18号的上午医员廖正良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要求补墙改善 从道路边望上去只见几米高的水泥墙面 出现好几道长长的军裂状况 其中甚至好几公分裂缝的情形 这里是西定路436向 因为沿路上来都是陡坡 所以挡土墙也好高 只是在去年的六二大雨 因为大水不断的渗进去造成军裂倾斜 而在前阵子又下了一场暴雨情况更严重 去年的六二豪大雨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挡土墙 就有龟裂的情形 那之前在9月8号9号的豪大雨 又有这个移动的情形 那这高度非常的高 差不多有四五米的高度 假使这个不尽快来补墙的话 万一在下大雨有崩塌的情形的话 那也造成整个村里的连道路就中断了 那底下还有民房 会造成生命财产安全的孤立 我们请相关单位尽快来补墙 在结果陈情后 18号上午医院廖正良就邀请市府 农业局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不过四三六项上来究竟是属于农路 还是乡村道路得要再厘情 因为这是应该算000后到吧 如果四三六是000后到啦 那阶段来看公所我们养护 那不是说还会去看看吧 那你这要看这边是养工处之前养护还是公所之前养护 这应该是公所 公所 这应该是公所 这以前还还没升格之前 就是不是公所做的嘛 还有包括这个都没有办法 这个都是公所做的 才会这样子 他们回去之后 要厘清到底这个是属于村里的大路 还是农业籍的农路 那假使是农业籍的话 我们请这个农业籍尽快来处理 假使是村里连路道路的话 那就请我们的公所养工处 公务局尽快来处理 要求厘清道路养护单位 当天也请厂商出不评估经费 尽快的针对军列倾斜的挡土墙进行补墙工程 以免台风大雨崩塌酿成大祸 家常慧林细子采访报道